緊接著我們說到在大年初二這一天 海軍的陸戰隊取消加強作戰的戰備能力 登陸戰車大隊駕駛的AAV7兩棲突擊車 進行了沙灘的困難地形 還有這水基線的陸上駕駛的演練 不僅說您看到這個畫面是展現出 這兩棲車子優異的性能 代表國軍不止在濱海決戰 而且要征服各式各樣地形的決心 泛水搶灘AAV拐兩棲突擊車 展現水上操縱優異性能 但國軍不只在濱海決戰 更要征服各種地形 飆沙爬陡坡AAV拐 面對沙灘困難地形也難不倒 我國海軍陸戰隊目前擁有90輛 AAV拐兩棲突擊車 除了擔綱國土貴婦作戰 登陸任務 在夏季迅期時 更要支援救災工作 是我國相當重要的戰備之一 823炮戰中本隊LVT兩棲突擊車輛 就扮演了人員及裝備運輔的專業角色 兩棲登陸作戰 不僅要跨兵科跨軍種通力合作 尤其台灣離島外島眾多 反多島作戰第一兼兵 就是我陸戰隊弟兄 依照準則 叫犯 紀令 標準程序 實施裝備的檢查與操作 並在各項訓練中 不斷累積能力及經驗 確保任務執行順遂 水上測飛馬 攤頭見騎工 是對登陸戰車大隊的最佳註解與寫照 國軍農曆春節也不放鬆 堅定守衛家園捍衛我國領土 記者綜合報導